第二个问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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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希望 我不希望对方建议我 他为什么你刚才还紧张 已经玩了两个抓麻也玩过了 抓蝴蝶也玩过了 我不希望对方在建议我 在飞越会 来 你给我学一下 你把在这个字拖音 拖得尽可能地长 你说在 在 怎么有点北欧的口音呢 在 你知道为什么做这个测试吗 因为拖音拖得长 你如果很紧张 声音就会抖 他不用很长一秒钟他也会抖 好 再来一遍 你刚才的题目是什么 我不希望对方建议我 在飞越会时总去秘密基地 怪不得抖 秘密基地是什么意思 我的秘密基地呢无非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咖啡厅 第二个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在火车站 这也算是自己的一种排解方式 十六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就很疑问你是相对于两个人来说更喜欢独处吗 并不是 如果就是说有女朋友的话我更希望跟女朋友在一起 二十三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在咖啡厅静静地坐着 但是我认为两个人静静地坐着也会更好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消除方式 两个人静静地坐着 对啊 两个人在咖啡厅静静地就是说看看书啊 然后聊一聊啊就这种很安静的氛围